第1321章 深渊墓地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城主府内 水流香注立在落地窗前 目送着楚行云的身影渐渐远去 一张脸蛋热得快要烧起来 娇蛮的嘟起嘴唇 水流香傲娇的道 哼 便宜你了 算是本女王大人赏你的 说话间 水流香不由伸手捂住了脸蛋 好热 离开了城主府 楚行云满面笑容 心里开心的不得了 虽然水流香今天对她发了脾气 但是楚行云不认为发脾气有什么不好 只有对最亲近的人才会发脾气 虽然今天的水流香有点娇蛮任性 咄咄逼人 但是女孩子嘛 本该如此 最重要的是 今天的水流香变得好温柔 尤其是最后那长长的一吻 更是让楚行云身心皆醉 今天的水流香 给了楚行云完全不同的感觉 冷的时候 冷若冰霜 温柔的时候 温柔如水 不管是冰冷还是温柔 都那么的强烈 足以让楚行云铭记一声 刻骨铭心 将天宫岛地气交给了水流香后 楚行云赶回了地下世界 此刻 没有什么比这里更重要的了 转了几圈 确定这里一切都没问题后 楚行云驾驭着太虚式陵莽 朝死亡沙漠赶去 撕裂空间避障 太虚式陵莽在反空间内快速前行着 虽然地下世界与死亡沙漠之间远隔万里 但是太虚式陵莽只需要刻钟就可以抵达目的地 反空间内 七彩的光芒形成一道道暴风 无声地旋转着 士陵莽则在暴风的缝隙间悠然前进 快得出奇 行不多久 太虚式陵莽那厚重的声音响了起来 扭过头来看了看楚行云 士陵莽道 主人 你身体内 那道紫色的紫气 可不可以给我吃掉 嗯 疑惑地看了看士陵莽 楚行云道 紫气 什么紫气 无语地看了楚行云一眼 士陵莽道 就是武林周围盘旋的那道紫气啊 听到士陵莽的解释 楚行云这才想起 那次三万里紫气东来时 自己用武林之剑捕捉到了一条紫气 不过 一直以来 那道紫气似乎没什么用处 时间一长 楚行云都给忘记了 疑惑间 楚行云道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你为什么要吃它 摇了摇头 士陵莽道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过我的本能告诉我 这道紫气 可以修补和强化我的空间之力 并将其凝聚为法则 什么 听到士陵莽的话 楚行云惊地跳了起来 法则之力 那可是帝尊的标志 只有帝尊 才可以拥有法则之力 所谓的法则 指的是借用天地之力的办法和规则 虽然从阴阳境界起 武者便已经可以借用天地之力了 其实不过是通过能量共振 实现借力而已 只有帝尊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力 根据记载 帝尊可以通过法则 直接调用天地能量 法则之力越强 借用的天地能量就越多 而且 天地能量是无穷无尽的 以聚灵战将 与灵牙战将的那一战为例 那灵牙战将 每狂奔猛袭 每一步踏出 都是雷霆践踏 方圆万米之内 皆在雷霆践踏的覆盖范围之内 虽然聚灵战将 可以将开天斩无限施展 但那其实更多的是凭借借力 以及借力打力 并不是靠自身的能量去催动的 法则的强弱 只决定着能借用的能量的多寡 而没有持续时间一说 简单的 具体的说 法则之力 就像一个水管 水管的直径 决定着单位时间内 能流出多少水 水管越粗 单位时间内能 借到的力量就越多 因此 帝尊的能量 是无穷无尽的 永远不会枯竭的 迟疑地看着士灵蟒 楚行云不由地迟疑了起来 这道紫气 绝对不一般 竟然可以将力量转为法则 这太夸张了 只要它能继续苦练下去 最终可以修炼初风之力 将风之力与紫气融合 就可以凝聚为风之法则 如此一来 虽然境界上不是帝尊 但却拥有帝尊级的战力 事实上 水流香的血脉中 蕴含的就是法则之力 只要达到武皇境界 血脉中的法则之力 就凝聚成形 因此 拥有了完整的寒冰法则之后 水流香虽然境界只是武皇 但却拥有帝尊级的战力 怎么办 面对士灵蟒的请求 楚行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下来 这屡紫气得来不易 而且也不知道 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得到了 一旦将紫气给了士灵蟒 那楚行云就失去了一次机会 可不给的话 士灵蟒任劳任怨帮助他这么久 帮他做了那么多事 却又不好拒绝 正吃一间 士灵蟒开口道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但是我想 若我可以成为 你的天魂兽的话 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天魂兽 听到士灵蟒的话 楚行云不由得一头雾水 这天魂兽 又是什么 面对楚行云的疑惑 士灵蟒开口道 随着实力的提升 我觉醒了很多祖先 传承的记忆和知识 人有三魂 其中 天地二魂常在外 唯有命魂助其身 命魂助胎 演化七魄 因此有三魂七魄之说 顿了顿 士灵蟒继续道 命魂兽演化为七魄 凝聚为五灵 因此 五灵就是你的命魂兽 命魂兽 可我的五灵 是一柄宝剑 楚行云恶然道 摇了摇头 士灵蟒继续道 能够成为五灵的宝剑 也必定是灵剑 既然有灵 便可以视为生物 可以为命魂兽 了然点了点头 虽然这个说法很怪异 但是逻辑上是通的 楚行云也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士灵蟒继续道 除了命魂兽 也就是五灵之外 你还可以签订两个魂兽 分别是天魂兽 以及地魂兽 天魂兽 地魂兽 听到这两个名字 楚行云不由大为好奇 这又是什么 两世加起来 楚行云足足活了一千多年 可是 不管是在真灵大陆 还是在乾坤世界 他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 本章完 第1322章 天魂兽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面对楚行云的疑问 士灵蟒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天魂兽便是以天魂为核心 凝聚一尊守护兽 但是 不是所有的生物 都可以凝聚为天魂兽的 只有太虚士灵蟒这样 有灵性 但却没有魂魄的异兽 才可以 所谓的天魂兽是很复杂的存在 一两句话 根本说不清楚 简单的概括一下 就是有灵性的 有自己意识的第二五灵 天魂兽 地魂兽 命魂兽 换算到乾坤世界 其实也可以称为 天五灵 地五灵 以及命五灵 命五灵 就是本命五灵 也就是处行于命魂凝聚出的五灵之间 总而言之 天魂兽 也叫天五灵 和处行云是一体的存在 如此一来 即便将紫器给士灵蟒吞噬了 处行云也没有失去什么 恰恰相反 作为魂主 五灵的能力 就是处行云的能力 两者是一体的 当士灵蟒拥有了空间法则时 就相当于处行云拥有了空间法则 从某种角度上说 处行云等于成了一个空间系的帝尊 唯一可惜的是 太虚士灵蟒是没有攻击能力的 即便拥有帝尊级的空间法则 也只能跑跑路 并没有帝尊级的战力 三千法则之中 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都是这样 几乎都是辅助性的 就算应用到战斗中 也基本不能造成杀伤 猛一看起来 这空间法则 以及时间法则 是最废的 最无用的 可是事实上 三千法则中 时间和空间并驾齐驱 为两大逆天法则 凌驾于诸法之上 稍一思索 楚行云当即做出了决定 两大逆天法则之一摆在面前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已经是所能追求的极限了 即便想犹豫 也没得犹豫 得到楚行云同意后 士灵蟒大为兴奋 直接破开了空间壁垒 出现在了沙漠之中 按照士灵蟒的指点 楚行云用灵石摆出了契约灵阵 整整三千块六品灵石摆了下去 一副繁杂玄奥的灵阵 出现在了沙漠之中 割破手腕 在士灵蟒的指点下 楚行云用自己的鲜血 沿着阵纹一路洒过去 用鲜血划出了一副玄奥的阵型 经过再三检查 一切都确认无误后 楚行云激发了契约灵阵 随着大阵被激发 万丈谢光冲天起 直插入天空之上的云霄之中 随着血光腾空 楚行云敏锐地察觉到 在那天空之上 一道若有若无的灵性光点 从云层中钻了出来 顺着灵阵发射出的血色光柱 缓缓降了下来 看着那道灵性的光点 楚行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那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虽然分隔两处 但却实为一体 那种古怪而又玄妙的感觉 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眼看着那灵性的光点 降到头上十米处 楚行云大声呵斥道 还等什么 好 听到楚行云的声音 太虚使灵蟒 顿时仰天长嚎一声 巨大的身躯 瞬间化 爆成了漫天的清光 朝着血色光柱聚集而去 随着使灵蟒 形成的青色光雾 进入血柱 楚行云不敢怠慢 快速地 打出一连串的法觉 以天为魂 以太虚为灵 以无知血脉为以 天魂兽 明 随着最后一个宁字出口 刹那间 整个灵阵光芒闪耀 各色光芒腾空而起 随着光芒的闪耀 地面灵阵上的六品灵石 迅速地升华着 体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迅速地变小 面对于此 楚行云不敢怠慢 急忙从轮回空间中 取出了大量的六品灵石 补充在灵阵的各个节点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楚行云不断地将一枚又一枚灵石 快速地放入补充进灵阵之中 好在 楚行云随身携带着大量的灵石 因此 即便消耗再大 也绝对不怕断了不及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不知道消耗了多少六品灵石 终于 就在七彩的光芒 凝聚到极限的时候 突然便崩溃开来 死死 细微的声响中 漫天的光芒 化作了彩色的雾气 四散开来 放眼看去 临阵上空 一道百米长 头生双脚的青色蟒蛇 在半空中蜿蜒扭动着 蟒蛇无翅 却可以悬浮在空中 一道道空间波纹 从蟒蛇周身扩散开来 古朴而又玄傲 看着半空中的是灵蟒 如今 他已经成为了楚行云的天魂兽 半空中 那是灵蟒的一举一动 都应和着楚行云的意念 虽然彼此分离 但是感觉上 这是灵蟒 却犹如臂膀一般 一举一动 如臂食指 最重要的是 是灵蟒的一切能力 楚行云都能自如施展 就如自己的能力一般 遗魂 伴随着楚行云的一声赤和 楚行云只感觉眼前一花之间 视角瞬间发生了变化 恶然看去 自己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中 变成了巨大的蟒蛇之体 最让楚行云惊讶的是 在下方的地面上 一个让他非常眼熟的人 正助力在那里 仔细看去 那分明就是他自己 此时此刻 楚行云的肉身双眼紧闭 仿佛睡着了一般 但事实上 楚行云知道 他的肉身并不是睡着了 而是没了灵魂 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说的具体一点 其实就是无意识 无知觉 无反应的 植物人 正观察间 是灵蟒的声音响了起来 主人 快把紫气给我吃啊 听到是灵蟒的声音 楚行云不由的一愣 稍微寻找了一下 很快便感应到了 是灵蟒的存在 天魂位于是灵蟒的头部 游荡在石海之中 就像一个巨大 而又古老的星球一般 而那太虚是灵蟒 就是一道灵光 围绕着天魂不断地盘旋着 一丝丝的魂气 从天魂上散发出来 汇入是灵蟒的灵光之中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终于放下心来 彻底明白了 天魂兽的奥秘 想要成为楚行云的天魂兽 是灵蟒就必须 放弃自己的魂魄 以楚行云的天魂为魂 吸收魂气 以维持生存 天魂就是楚行云 是灵蟒 则是由天魂散发出的魂气 凝聚成的一抹灵光 若是楚行云不在 是灵蟒的灵光 便可以驾驭天魂 在天地之间任意遨游 而一旦楚行云移魂过来 它就成了这方天地的意志 是灵蟒的意识 则成为了辅意识 虽然 对于是灵蟒 楚行云是愿意相信的 但是要说一点戒心都没有 那也不现实 不过现在 确认了天舞灵真的和武灵一样 是本体的一部分之后 楚行云彻底放下心来 再次施展了一魂术 楚行云的意识 回到了本体之中 慢慢睁开眼睛 楚行云仰望着半空中的太虚是灵蟒 右手一挥之间 一道紫气标射而出 本章完 第1323章 批量移植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一口将那道紫气吞入口中 太虚是灵蟒狂喜不已 快速道 好了 我的能力 现在你都拥有了 所以我就不陪你了 嗯 疑惑地看着半空中的是灵蟒 楚行云道 你要去做什么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世灵蟒解释道 吞噬了这道紫气后 我会节俭蟒变 当我破茧而出时 便已经是五黄了 并且拥有着帝尊级的空间法则 听到世灵蟒的话 楚行云不由得万分雀跃 继续问道 那你打算去哪里修炼 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嘿嘿 得意的一笑 世灵蟒道 放心吧 我要选一处九品灵脈处进行蜕变 那里绝对安全 你放心好了 这个 迟疑地看了看是灵蟒 楚行云道 你这次蜕变 需要多长时间 我如果要找你 摇了摇头 世灵蟒道 我可是在蜕变啊 天大的事也不要找我 至于时间 我又没蜕变过 我哪知道多久 顿了顿 世灵蟒道 再说了 你找我干嘛 我的能力 就是你的能力 有没有我在 不都一样吗 听到世灵蟒的话 楚行云稍微一想 还真是这么回事 成为天魂兽后 其实世灵蟒 就成了楚行云的第二武灵 武灵的能力 就是楚行云的能力 根本就不需要 是灵蟒到身边来 和其他的生物不同 是灵蟒虽然体型巨大 但是却几乎没有战斗力 确定的说 如果楚行云一个人 无法战胜的 那么 就算换来了世灵蟒 也一样无法战胜 正好相反 一旦召唤来了世灵蟒 楚行云还要分神保护他 以世灵蟒巨大的体积 这怎么保护 世灵蟒是蟒蛇 表面也有灵甲 但是防御力却非常低 普通的王器 就可以轻易刺穿那层灵甲和肌肤 世灵蟒也不是不能厮杀 但是他的战斗方式 一共有两种 第一种 是一口将对方吞下去 但是结果可能是被对方剖腹挖心 死得凄惨无比 第二种 是将对方盘在蟒蛇阵中 用身躯的力量 将对方活活绞杀 但是世灵蟒虽然体积巨大 但力量却并不大 就算将敌人绞住 对方一个发力下 世灵蟒基本也要被撑得断成十几节 死得还是很惨 至于用牙齿去咬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一口下去 咬俩牙印有啥用 能杀死人吗 世灵蟒是无毒的蟒蛇 嘴巴的咬合力也很弱 因此牙齿的功能 基本只能用来吃饭 世灵蟒的空间法则 唯一能用来战斗的 就是次元斩 所谓的次元斩 就是破开空间时 撕扯出空间裂缝的那个能力 可是次元斩的空间波动太强烈了 隔着一千米都能感觉到 基本上 对方只要不是傻的 就一定能察觉到 并且轻松闪避开 除非将目标捆绑住 使其无法闪避和挪移 否则的话 那次元斩唯一的功能 就是撕扯出一条空间裂缝 让世灵蟒可以进入反空间而已 可是 如果能将对方绑住 并使其无法移动 又何须施展什么次元斩 随手就能将其斩杀 而且最重要的是 次元斩并不需要士灵蟒亲自施展 楚行云本体就可以随手施展出来 总而言之 成为楚行云的第二武灵后 士灵蟒就和命魂一样 不需要藏在身边了 可以在那广阔的天地间 任意地遨游 作为天武灵 即便远隔千山万水 也相当于就在身边 作为天魂兽 即便就在身边 也相当于远隔千山万水 目送士灵蟒 撕开了空间壁垒 进入了反空间之内 楚行云不由地笑了起来 虽然士灵蟒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的所有能力 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轻轻伸出双手 剧烈的空间能量波动下 楚行云将面前的虚空 撕出了一条一人高的裂缝 从发力到撕扯 一共只花了三秒的时间 便将坚固无比的空间壁垒 撕出了一条裂缝 脚步一脉之间 楚行云进入了反空间 开启了空间护盾之后 楚行云身不摇 脚步动 便自如地在反空间内移动了起来 反空间内 到处都是七彩的 漩涡状的空间风暴 空间风暴与空间风暴之间 流动的空间能量 形成了一条河流 选择了一条空间河流 楚行云便犹如一夜偏周一般 顺流而行 如果把士灵蟒 比作是一个巨大的龙周 那么楚行云就是一夜快速而又灵活的偏周 一路乘风破浪行径间 楚行云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七彩空间风暴 刚开始 楚行云还只是无聊 反正一路无事 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就走马关花了起来 可是不断地观看下 楚行云却忽然有所感悟 这空间风暴 其实也是一种风暴 虽然并不是由风元素凝聚而成的 但是运行的方式和原理却是一样的 一路观察间 楚行云很快便抵达了目的地 破开空间 楚行云出现在了死亡沙漠的第三处绿洲中 绿洲平静如稀 到处都生长着一米高的仙人柱 放眼看去 足有百万之多 不敢怠慢 既然已经将天宫岛送给了水流香 他就必须为深渊魔虫准备其他的食物 不过 光靠楚行云自己 恐怕就算累死了 也移植不了这么多的仙人柱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既然已经将天宫岛卖出去了 那些天宫匠师就必须移出天宫岛 有所决定后 楚行云再次进入了反空间 一路赶去了天宫岛 分三批 用次元空间 将一千名天宫匠师运往沙漠绿洲 次元空间 是士林莽涅槃境界领悟的新能力 可以开辟出一个半球形的次元空间 和轮回空间不同 这个次元空间 是可以容纳生命的 不过 次元空间容量有限 一次只可以运送三四百人 因此要分三批 才可以将一千多名工匠 都运送过去 抵达了绿洲后 楚行云放出了轮回空间内 原样搬过来的竹屋 直接解决了居住问题 随后 上千名已经巩固了 境界的涅槃级工匠 开始行动了起来 将一根根仙人柱连根挖了出来 堆积在一起 供楚行云运送 每积攒一万根 楚行云便将其收入轮回空间 送往深渊世界的死亡沙海 从死亡沙漠 赶去了深渊世界的死亡沙海 将一万根仙人柱卸下来 深渊帝尊亲自出动 指挥着深渊甲虫 用钳子刨出深坑 将仙人柱种植在死亡沙海之上 一旦上百万根仙人柱移植成功 即便天宫岛上的竹林全部被毁 深渊魔虫的扩军也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 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多留几手准备 还是必要的 死亡沙海 地下小世界 以及天宫岛 这三个地方 最好都不要出事 卸下第一批的一万根仙人柱后 楚行云朝天宫岛赶了过去 他要过去看看 水流香到底把天宫岛卖给了谁 本章完 第1324章 愤怒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一路抵达了天宫岛 楚行云出现在了地下通道所在的那个丘陵之上 放眼朝周围看去 入目所见 岛屿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时隔仅仅一个月 原本空无一人的天宫岛上 竟然人头攒动 而且 这些人似乎对天宫岛很熟悉 仔细地观察下 楚行云很快便认了出来 这些人赫然就是天宫岛原来的那批子民 疑惑地看着满岛的人群 楚行云实在想不明白 他们不是被军部调走了吗 现在怎么又调了回来 足足百万天宫工匠 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又回到了岛上 只不过 他们原本居住的工棚都已经被深渊甲虫啃食干净了 因此时到如今 这上百万工匠都居住在简陋的临时搭建的竹屋内 虽然住处简陋 食物也完全跟不上 但是他们的工作 却已经完全恢复了 上百万人努力地工作下 大量的竹枝被采集了下来 运送到各工棚 制成了疾风锐金剑 生产好的疾风锐金剑 被大批的运往码头 装上大船 运往军部 看着岛上热闹无比的工作场面 楚行云不由的一阵猜测 难道 水流香是将天宫岛 交易给了军部吗 正猜测间 远方的码头处 一行人急匆匆地 快步走了过来 虽然距离隔着很远 但是远远看去 楚行云还是瞬间 就认出了那几个人 看着快步走过来的那一行人 楚行云的面色非常难看 东方秀 西门狂 北野仓 南宫俊义 司马非凡 看着五人的身影 楚行云甚至有点愤怒 水流香要天宫岛 那没问题 可是现在 这算怎么回事 楚行云不是小气的人 但再大方的人 也必然有小气的一面 水流香从他这里 索取了天宫岛 然后转手交易给了他的情敌 这样真的合适吗 要知道 水流香可是他的妻子 哪有妻子把丈夫的东西拿出去 送给自己的追求者 他当楚行云是什么 虽然楚行云相信水流香 知道他肯定有很重要的原因 可即便如此 他这样做 还是让楚行云非常的难受 甚至是愤怒 也许有人会说 楚行云太小气 不够大度 可是事实上 这件事反过来 有一群女孩子追楚行云 然后楚行云把水流香最珍贵的东西 强行索取了过来 送给了追求他的女孩子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有几个女孩子 能真的做到心如止水 原因肯定有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只是狡辩 无论如何 楚行云他不可能对水流香 做出这样的事来 在楚行云的世界里 水流香就是一切 即便放弃成就帝尊的机会 他也绝对不会做出如此伤感情的事来 苦涩的一笑 楚行云知道 两人之间的爱情天平 已经不再平衡 虽然并不在乎 但是内心里却深深的明白 他对水流香的爱 比水流香对他的爱 要多得多 曾经 楚行云是他的山 是他的海 是他的生命和灵魂 是他的一切 但是现在 他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他不再是他的一切 虽然楚行云并不在意 到底谁爱谁更多一点 但是面对这个认知 楚行云还是不由地泪如雨下 楚行云不是一个懦弱之人 可是感情就是这样 越是软弱 就越是深情 感情世界的坚强 并不是好事 因为那代表着绝情和冷酷 代表着无情无义 看着五大俊杰 纷纷钻进了一个宫棚之内 楚行云再不想留在这里 随手拉开空间裂缝 楚行云回到了死亡沙漠 继续他的剑道修行 只有完全地沉浸在修炼中 楚行云才可以忘却一切 才可以遗忘那缕苦涩和酸楚 死亡沙漠 以死亡为名 虽然沙漠风暴并不频繁 但是大风却是日以继夜 艰苦的环境 最是磨练心境和意志 且不说楚行云在漫天的沙尘风暴中刻苦修炼 另一边 天宫岛上却出了问题 五大俊杰之所以集三伙四地赶过来 是因为魔灵之剑的制造根本无法进行 从水流香那里得到了天宫岛后 五大俊杰喜出望外 第一时间将所有的工匠运回了天宫岛上 刚开始几天 一切都很顺利 大量的疾风锐金剑生产了出来 每天都可以为它们带来上千万零食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上千万 指的是五大俊杰 每人每天的收入 而不是五人的总收入 每天上千万的收入 还是在魔灵之剑 没有开始生产的基础上 一旦正式开始生产魔灵之剑 那利润将更高 一连生产了十天 第一批疾风锐金剑 被大船运走后 天宫降师 开始生产魔灵之剑 可是一试之下 问题出现了 首先 赤岩符纹 以及猎豹符纹 都太过细密繁杂 哪怕只错了一丝 整个符纹也无法激发 甚至会直接烧毁 其次 就算准确画出了符纹 可是这魔灵剑的 飞行轨迹 根本无法控制 将子剑头捆绑在 疾风锐金剑上之后 飞行轨迹根本无法控制 一剑射出去 虽然依然可以射出去 但是却是到处乱飞 根本没有见到可言 只有少数的 绝对控制了精度的剑尸 才可以保持完美的轨迹 准确命中目标 根本没法量产 眉头紧簇 东方秀翠声道 怎么回事 是不是图纸有问题 面对东方秀的质问 十万工匠中 技术水平最高的 十大将士的代表 站起身来 摇了摇头 将士代表道 不是图纸的问题 是我们个人的制造精度 还达不到标准 制造精度 不解地看着那将士代表 东方秀开口道 我不明白 你什么叫制造精度 不过 你真的确定 不是图纸的问题吗 无奈地摇了摇头 工匠代表 取出了一桶箭支 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道 这些是我们炼制成功的 魔灵之箭 你可以测试一下 完全没有问题 看着那捅魔灵之箭 西门狂第一时间伸手 抽出了一根 弯弓搭箭 远远地射了出去 吃 打 轰隆 简直飞行得又快又稳 尤其事后半段 更是火焰推进 快如闪电 最后 剧烈的爆炸声中 光焰四射 威力惊人 一连射出了十根魔灵之箭 西门狂兴奋地道 很好 这不是生产出来了吗 苦涩的一笑 匠师代表摇头道 这十二根魔灵箭 是我们十万工匠 一整天的产量 本章完 第1325章 俊杰陨落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一整天 看着空空如也的箭筒 五大俊杰彻底傻掉了 十万工匠 二十万助手 四十万学徒 整整七十万人 一整天下来 竟然只生产出了十二根魔灵之箭 眉头皱了皱 北野仓站了出来 低沉得道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只生产这么点 苦涩地笑了笑 匠师代表打开了旁边的房门 入目所见 一个个巨大的竹框堆积如山 仔细看去 那堆积如山的竹框内 装的都是魔灵之箭的竹筒行子箭头 总数量足有上千万个之多 指了指那堆积如山的魔灵之箭 匠师代表道 一共生产了上千万个子箭头 但是真正合格的 却只有那十二根 其他的都废掉了 长吸了口气 南弓俊逸收起了本能般的笑容 陈生道 精度的问题 很难解决吗 点了点头 工匠代表道 没错 除非达到武皇境界 精神力超级凝聚 否则的话 我们不够资格炼制魔灵之箭 听到工匠代表的回答 南弓俊逸不由心中一惊 那么 一片沉默之间 司马非凡开口道 如果 我们调遣来大量武皇 是否就可以批量生产了呢 断然摇了摇头 匠师代表道 除非他们也精通阵服和道文 否则的话 即便达到武皇境界 也炼制不了魔灵之箭 这魔灵之箭 只能是人工刻画 而且必须绝对准确 不仅仅要求武皇级的精神力 还要求大师级的工匠技艺 两者缺一不可 不要以为 武皇就是万能的 想一丝不差的 手工画出这些符文 难度真的太高了 尤其是赤岩符文 和猎豹符文 几十条细腻的纹路 纵横交叉 错一丝都不行 这画工 雕工 刀工 就算从小开始练 也要练个五六十年 这不对 剧烈地摇了摇头 东方秀道 上次楚行云 一下就拿出了上万根魔灵剑 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一定是它在图纸上搞鬼了 听到楚行云的名字 那将是代表 眼睛不由的一亮 景仰得道 你说的是楚行云吗 如果是他的话 那根本难不倒他 顿了顿 匠师代表继续道 这魔灵之剑的赤岩符文 以及猎豹符文 本就是他设计出来的 虽然他的境界很低 但是他的精神力 却超级凝聚 绝不比五皇差 你的意思是说 楚行云可以炼制魔灵之剑 东方秀 东方秀低声问道 点了点头 匠师代表道 当然没问题了 以他的水准 一天炼制三千多只不是问题 一万只的话 三天的时间就足够了 这 听了匠师代表的话 五大俊杰顿时慌了 与军部的合约已经签订了 若只是不能按时交货的话 还好办 可若是不能交货 那军部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有了魔灵之剑 人类将再不畏惧妖族的进攻 对地有魔灵之剑 对空有射狼剑 妖族再难对人类驻守的城市和关卡 造成有效的打击 一旦魔灵之剑没了 那就又回到老路上了 依靠普通的剑支 不是说守不住 而是损伤太大 而且杀敌的效率降低十倍 再三追问 确定无法生产魔灵之剑后 五大俊杰顿时慌了 第一时间离开了天宫岛 赶回了九霄城 将情况向军部做了汇报 听说魔灵之剑无法量产 军部顿时就怒了 魔灵之剑的重要性 简直是颠覆级的 有了魔灵之剑 人类的守城战士 伤亡数量将十倍降低 若是没有了魔灵之剑 那每场战斗都将枉死几万 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战士 这个责任谁能扛 如果大家都没有办法量产还好说 可现在的问题是 楚行云能量产 却非不用人家生产 好不容易争夺过来 却又搞砸了 这个责任谁来负 很快 这个情况便被军部提交了上去 转交到四大帝尊手中 感受过魔灵之剑的威力后 四大帝尊都知道魔灵之剑的重要性 可是突然之间 这种强力的剑枝 竟然不能生产了 这怎么可以 仔细询问之下 四大帝尊顿时暴怒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是他们最看重的后代 暗中谋夺了一切 不需要怀疑 五大帝尊绝对是大公无私之人 为了人类 他们已经付出了一切 可是 他们本身虽然亲政联名 却无法保证他们的子孙 也像他们一样 他们已经活了万年时间 子孙千万 人一多 自然就两有不齐 可是最让他们愤怒的是 犯下这样错误的 竟然是最被他们看重 并且大力培养的子孙 暴怒之下 五大帝尊先后下令 废除五大俊杰一切身份和地位 收回家族派发的所有帝兵和物资 这还没完 五大俊杰被关进家族的毁过堂内 千年不得出 之所以如此雷厉风行 五大帝尊也是有苦难言 时到如今 妖族又开始蠢蠢欲动 前线大军调动频繁 随时都有可能开战 一旦战斗正式打响 而魔灵之剑却还没有到位 人类战士必将出现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这个责任谁来抗 别说是五大俊杰了 就连帝尊也绝对抗不起这样的黑国 如今 唯一能解决问题的 就只有楚行云了 无奈之下 军部派出了特派员 前去拜见楚行云 可是没曾想 楚行云根本就不在九霄城 而是赶去了死亡沙漠 修炼剑道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有心派人去沙漠寻找楚行云 可是死亡沙漠辽阔无边 想在其中寻找人 无意与大海捞针 即便是帝尊亲往 也寻知不到 无奈之下 特派员只好叮嘱白冰 一旦楚行云回来 让他第一时间赶往军部 虽然内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但是这特派员 可是代表着五大帝尊 因此 白冰是万万不敢造词的 恭敬地送走了特派员 白冰嘟着嘴唇 回到了房间 时到如今 楚行云和白冰 虽然是两个人 但是彼此之间 好的就像一个人一般 可谓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原本 疾风锐金剑 以及魔灵之剑 都是楚行云发明创造出来的 也完全可以批量生产 满足所有的需求 可是那五大人渣 却凭借小动作 巧取豪夺之下 算计了楚行云 正是他们五人联手之下 逼得白云商会不得不解散 转而开始从事酒楼生意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是那种挫败感 白冰却记忆犹新 毕竟 白云商会 可是白冰有生以来 第一件生意 白冰本可以立刻破碎定位莽朱 将楚行云召唤回来 但是内心对五大人渣的恨意 让他没有这么做 他第一桩生意 之所以失败 罪魁祸首 就是那五个家伙 既然做了 就要付出代价 本章完 第1326章 风之意境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身体上的痛苦 是否真的能缓解心灵上的痛苦 不 其实并不能 身体上的痛苦 只是让心灵上的痛苦 显得不那么孤单 死亡沙漠中 漫天的风沙里 楚行云默默地前行着 每一步踏出 都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 可是转瞬之间 脚印便被风沙掩埋 一切的努力 都留不下一丝痕迹 一连半个多月 楚行云水米未尽 一步未停 在沙漠中艰难行进着 肆虐的风沙席卷下 楚行云身上的衣衫 早已经是千疮百孔 衣衫遮掩下的肌肤 也已经满是划痕和擦伤 一双嘴唇上 满是一道道裂口 一丝丝的血迹 从裂口中渗透了出来 肆虐的狂风 席卷着沙力 不断地打击着楚行云的躯体 带给他痛苦的同时 却也让他感到一丝未见 风越来越大了 仰望着昏暗的天空 看着那厚厚的云层 这一刻 楚行云仿佛明白了 什么是沙漠风暴 也明白了风之意 撕炼 摧毁 绞杀 愤怒 残暴 疯狂 夹带着无边的愤怒 沙漠风暴 就是一切生命的死敌 死亡沙漠 就是死亡之风摧毁一切后 留下的残骸 沙漠风暴 就是死亡之风 在沙漠风暴的面前 一切的生命痕迹 都会被剥离 抽取 只留下满地的沙力 那就是世界的尸体 不管是高山还是树木 不管是河流还是湖泊 在风沙的侵袭下 都只能步入死亡 化身为沙漠的一部分 沙漠风暴的特性有三 沙漠风暴第一大特性是侵蚀 漫天风沙侵蚀下 即便是钢铁 也会被消融 即便是世界 也会被化为尘埃 沙漠风暴第二大特性是搬运 漫天的沙漠风暴 可以轻易就将一座沙丘搬走 一夜之间 便可以将一个巨大的沙丘 搬运出百里之外 死亡飓风是最顶级的沙漠风暴 每一次死亡飓风降临 都会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亡 最惨烈的一次 死亡飓风将上百座巨型沙丘 移动了上千里 只一夜之间 三座人口几千万的城市 便彻底地被埋在了几百米高的沙丘之下 三座城市 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来 沙漠风暴第三大特性是抽取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 一旦进入沙漠风暴中 水分就会被沙漠风暴抽取 失去水分后 化为干湿 随后在漫天的沙暴侵蚀下 化作昏黄的沙粒 成为了沙漠的一部分 三大特性之下 沙漠风暴又被称为死亡风暴 沙漠风暴肆虐处 又被称为生命禁区 进入死亡沙漠 已经三个多月了 可是一直以来 楚行云都不能真正的 感悟风之意境 可是 这次从天宫倒回来 楚行云竟然发现 自己的心意 竟然与这死亡风暴的意境 出奇的协调 甚至是完全的一样 朱莉在死亡风暴中 楚行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这死亡风暴 似乎并非自然产生的 而是他内心愤怒的显化 愤怒的撕扯 残暴的摧毁 疯狂的绞杀 死亡沙漠 仿佛一个发疯的绝世高手 疯狂地毁灭着一切 当内心与天地完美的共鸣时 就是舞者最渴望 但是却一生都难得一现的 天人合一 对于水流香 强行索要天宫倒 楚行云是可以理解 也不会生气的 可是他转手将天宫倒 交给了五大俊杰 这五大情敌 楚行云就算可以理解 但是内心的愤怒 却无可遏制 不是不信任水流香的真洁 可是作为自己的妻子 怎么可以手肘往外拐 帮助别人 针对和算计他 最亲最近 也是最爱他的男人 虽然楚行云 舍不得对水流香发怒 甚至不会高声对他说一句话 更不会责怪于他 但是内心的愤怒 残暴 疯狂 却不受控制的狂涌而出 当愤怒 残暴 与疯狂 柔合在一起的时候 便形成了一股绝望的气息 而绝望 正是死亡风暴特有的气息 天人合一之下 楚行云的中丹田内 所有的金风缓缓运转着 楚行云的中丹田内 所有的金风缓缓汇聚成了一道 微型的死亡风暴 复制 拷贝 两道死亡风暴 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无论是特性还是意境 都完全的一样 天人交感之下 天地形成的死亡风暴 在楚行云的中府之内 形成了一道投影 风越来越大 死亡风暴肆虐下 楚行云却毫无所觉 如果有人可以从正上方朝下看去 此时此刻 楚行云正穿行在死亡沙暴的风眼之中 以楚行云为核心 一道覆盖了方圆百里的巨型风暴 疯狂地咆哮着 席卷着 这一刻 楚行云便犹如帝尊 正在驾驭着他的死亡风暴 毁灭着周围的一切 一座座几百米高的沙丘 瞬间被撕扯成漫天黄沙 卷上了半空中 随着风暴一同前行 时间 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天人合一的状态下 楚行云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此时此刻 楚行云的心神 情绪 都已经与整个死亡风暴融为一体 在这一刻 死亡风暴 就是他内心情绪的显现 在这一刻 楚行云就是死亡风暴 风越来越大 死亡风暴的级别 也在一步步提升 所过之处 催枯拉朽 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行云终于从愤怒中清醒了过来 乐然朝周围看去 那满是绝望气息的死亡风暴 夹带着漫天的风沙 隆隆作响地悬浮在半空中 仔细看去 巨大的死亡风暴 仿佛一道巨大的灭世大漠 剧烈地摩擦下 天地之间的山丘 瞬间便被催成积粉 感受着天地间的震荡 感受着胸膛内的澎湃 此时此刻 楚行云不由地仰天狂笑了起来 这一次 楚行云的运气 实在是太好了 心情激荡下 楚行云的情绪 与沙漠风暴的情绪 实现了共振 共鸣 从而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状态 天人合一之下 又遭遇了百年难得一遇的 超巨型沙漠风暴 并且所处的位置 恰巧是风暴的风眼之内 风暴的风眼 其实并没有风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 楚行云可以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 不断感悟着风之意境 整整二九一十八天时间里 楚行云天人交感下 终于凝聚出了自己的风之意境 此时此刻 楚行云的胸膛内 一道微型的死亡飓风 正无声地咆哮着 这就是风之意境大成的标志 本章完 第1327章 在德天宫岛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风之意境大成之下 楚行云的中丹田内 亿万缕金风 凝聚成了一个微型死亡风暴 不断地旋转着 咆哮着 楚行云之所以忽然醒来 是因为死亡风暴的情绪 已经宣泄完毕 失去动力下 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 仰头向天上看去 黑暗的天空 正缓缓地下降 漫天的鲨雨倾盆下 要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被漫天黄沙 彻底地淹没 不敢多坐停留 楚行云撕开了空间裂缝 一步迈了进去 随着楚行云的离开 漫天的沙漠 仿佛瀑布一般倒旋而下 扑鼠鼠的声响中 亿万吨黄沙洒落下来 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 竟被掩埋在了几百米厚的黄沙之下 第一站 楚行云赶回了沙漠绿洲 此时 上千名工匠的努力下 挖掘出了近十万根仙人柱 快速将所有仙人柱 收入了轮回空间 楚行云赶回了地下世界的死亡沙海 将所有的仙人柱倒了出来 上万只柱扎在这里的深渊 虫黄洞了起来 分别将这些仙人柱 种植在死亡沙海中 接下来 楚行云赶去了地下小世界 仔细检查了一下 确保一切无误后 正打算闭关苦修的时候 魔灵女王找了过来 听说 白冰有急事找自己 楚行云不由得万分疑惑 楚行云记得很清楚 他明明给了他一颗蟒猪 随时都可以呼唤他 不过转念一想 幸亏白冰没有叫他 否则的话 必然将他从天人合一的状态中 拉出来 天人合一 绝大多数人 一生都遇不到一次 楚行云好不容易遇到一次 一旦被打断了 就再也没可能进入了 错过了这次的机会 要想靠苦修 去感悟风之意境的话 那需要的时间就太长了 短则几十年 长则上百年 甚至是几百年 才有可能将风之意境 修炼之大成境界 天人合一之下 楚行云进入了天人交感的状态 天地之力共振之下 帮助楚行云 凝聚了风之意境 在小世界的地下河流中 喜涮整理了一下之后 楚行云赶去了金凤酒楼的总部 见到了白冰 听说军部派遣了特派员来见自己 楚行云知道 一定有大事发生了 不敢怠慢 楚行云第一时间 九霄城朝军部赶了过去 虽然意境喜涮得很干净了 但是刚从死亡沙漠回来 无论是神韵还是气质 楚行云都显得风尘仆仆的 抵达九霄城军部大门口 楚行云正打算直接走进去 没曾想 却被卫兵拦住了去路 皱着眉头 那门卫力声道 站住 干什么的 无奈地停下脚步 楚行云淡然道 我是应特派员之妖 特来见他的 特派员 听到这个名字 那卫兵猛地想起了什么 一脸惶恐地道 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楚行云 请代位通报一下 楚行云平淡地道 听到楚行云的名字 那卫兵顿时站直了身体 挺直了胸膛 啪的一个军力打了上去 楚行云的名字 在普通人中还好 可是在军队内 却绝对是大英雄 大豪杰 虽然实力上 楚行云只是一般 甚至可以说是很弱小 但是他的战绩 以及为军队建立的功勋 却太惊人了 恭敬地看着楚行云 那卫兵急声道 特派员有令 你可以直接进去 不需要批准 点了点头 楚行云也没心思啰嗦 快步朝大门内走了过去 得知楚行云终于到了 特派员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于会客厅接见了楚行云 刚一见面 特派员便表达了四大帝尊的态度 严肃地看着楚行云 特派员道 鉴于东方秀 西门狂等五人的卑劣行径 四大帝尊免除了他们的一切职位 收回了所有的资源 并且将他们关押在家族的毁过堂内 千年不得出 皱了皱眉头 楚行云道 特派员找我来 就只是告诉我这些的吗 摇了摇头 特派员道 我说这些 只是希望你能明白 这一切并不是帝尊的意思 纯粹是他们自己借助帝尊的名头 在胡作非为 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不知道 特派员这次找我来 到底有什么事呢 苦笑一声 特派员道 时到如今 边境的局势非常危急 四大帝尊 希望你能不计前嫌 重新执掌天宫岛 恢复疾风锐金剑和魔灵之剑的生产 贪了贪手 楚行云无奈地道 不行啊 天宫岛现在不是我的了 我也没有足够的人手 根本没有办法量产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道 而且 即便可以量产 我们也没有军部的订单 所以 微微一笑 特派员道 你放心好了 天宫岛和百万天宫匠人 都重新化归到你的手里 所以你随时可以开始 摆了摆手 楚行云道 还是不行 我上次损失太大 所有的资金都亏损光了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 我无法恢复天宫岛的生产 听到楚行云的话 特派员无奈地摇了摇头 很显然 楚行云这是在借机发泄不满 不给他足够的补偿的话 楚行云是绝不肯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 好在 帝尊本就没打算不做补偿 因此 特派员痛快地开口道 没问题 四大帝尊意境 已经做出了决定 将拨款一千亿 以补偿你的损失 一千亿 听到这个数字 楚行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四大帝尊的诚意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即便一天一亿的利润 也要一千天 近三年的时间 才可以挣到这么多钱 而事实上 楚行云来到乾坤世界 才两年半而已 这笔补偿足够了 既然帝尊意境表达了诚意 那楚行云再磨下去 就显得私心太重了 痛快地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没问题 我马上就恢复生产 不过 以后不会再有人 对我巧取豪夺了吧 点了点头 特派员道 时到如今 天宫岛已经在 帝尊那里挂了号了 除非是故意找死 否则的话 不会有人敢基于天宫岛了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楚行云满意地站起身来 告别了特派员后 离开了军部 如今 边境局势特别紧张 妖族大军 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因此 楚行云并不想纠缠于私人恩怨 无论如何 他必须尽快生产出足够的剑织 装配到前线的部队中 本章完 第1328章 主动帮忙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刚一离开军部 两道人影便闪了出来 仔细一看 竟然是叮当姐妹 面无表情地站在楚行云面前 叮当姐妹整齐地同时开口道 校长要见你 校长 猛一听到这个头衔 楚行云有点茫然 不知道这个校长 指的到底是谁 不过很快 楚行云就回过神来 这校长 可不就是水流香吗 说起来 这校长的宝座 还是他转给他的呢 虽然不知道水流香找他做什么 但是说实在的 他也挺想念水流香的 水流香对天空岛的处置 让楚行云非常不开心 但是他却从没想过 要责怪水流香 虽然最近这段时间 水流香的性格变化很大 但是对于水流香 楚行云却依然是信任的 在叮当姐妹的带领下 楚行云抵达了一座 气势辉煌的建筑前 仰头看去 巨大的牌匾上 写着一行娟秀无比 但却傲骨引线的大字 摄天狼君笑 看着那行大字 楚行云不由地笑了起来 很显然 这是水流香的笔迹 所谓自如其人 仔细看去 水流香的字迹 虽然依然很娟秀 但是娟秀的外表下 却掩藏着蒸蒸傲骨 和以前大不相同 欣赏了好一会 楚行云才再次迈开脚步 朝军校内走去 华丽而又大气的校长室内 楚行云见到了水流香 一身合体的军装下 水流香的一头乌黑亮丽的绣发 被剪去大半 发烧刚刚触及肩膀 整个人既干练 又显得无比的精神 见到楚行云到来 水流香从巨大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一脸热情地迎了上来 仔细看去 水流香身材纤细 但曲线却无比的曼妙 隐隐一握的胸脯 纤细的腰肢 挺翘的风臀 以及那双勾魂夺破的修长眉腿 一切的一切 凝聚成了一个娇俏可人 精明干练的水流香 在最好的年纪 水流香成就了武皇 从此以后 一直到死 他都不会再变老了 爱恋地看着水流香 楚行云只感觉心神皆罪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好希望 能随时陪在他的身边 可惜的是 水流香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要去实现 并不想守在楚行云身边 长歇了口气 楚行云微笑着道 不错不错 试别三日 真的要刮目相看啊 听到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得意地昂起了下巴 傲娇地道 那是 不过 还是要多谢你 把这个位置让给我 搓了搓手 楚行云黑黑笑道 咱俩之间还用说谢吗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道 你看 你现在已经是射狼军卓将 射天狼大元帅 射天狼军校的校长了 这算不算功成名就了 听到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歪了歪脑袋 若有所指地笑着道 怎么 你就那么着急 想要我做你的小妻子吗 这个 嘿嘿 面对水流香的询问 楚行云搓着手 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说不及 这肯定不行 这不等于是说 水流香没有吸引力吗 说急 这肯定更不行 这不是 再逼他做决定吗 骄俏地 走到楚行云身旁 水流香仰望着楚行云俊帅的脸蛋 下意识地伸出手 在楚行云的下巴上摩擦了起来 感受着水流香的轻逆 楚行云顿时屏住了呼吸 一颗心脏 跳得飞快 虽然已经 身为一个孩子的父亲 但是事实上 楚行云上千年的记忆中 可从来没有 和任何女孩子亲近过 看着静在咫尺 轻轻挑逗着自己的水流香 闻和他身上散发出的辛香气息 楚行云只感觉 浑身的热血 都沸腾了起来 近距离下 水流香完全可以感受到 楚行云那雷鸣般的心跳 翘脸一红之间 水流香轻轻点起脚尖 在楚行云的嘴唇上 轻轻一吻 如羽毛一般 水流香的吻 只轻轻触碰了一下 便分了开来 面孔润红地看着楚行云 水流香道 不要着急 再多给香香一些时间 好吗 嗯嗯 面对如此勾魂射魄 风情万种的水流香 楚行云哪里能说出一个不字 轻轻将翘脸 依偎在楚行云的胸膛上 双臂轻轻地 还住了楚行云的腰肢 水流香呢喃着道 云哥哥 香香现在好难哪 你可不能不帮我哦 迟疑地伸出双臂 最终 楚行云还是毅然做出了决定 双臂合拢 将水流香还在了双臂之间 紧紧地拥抱在了怀里 刹那之间 楚行云只感觉 自己瞬间变得圆满了 紧紧地拥抱着水流香 楚行云感觉自己好幸福 在这一刻 她仿佛拥抱着整个世界 颤抖地吸了口气 楚行云道 有困难吗 尽管说出来 只要我能做到的 听到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目光中金光一闪 嘟着嘴唇 娇声道 军部给军校的拨款 实在太少了 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啊 没钱吗 这好办 你说吧 差多少 我不及你 楚行云大包大揽地道 如今 楚行云怀揣着军部补偿的整整一千亿巨资 即便水流香要得再多 她也绝对掏得起 没办法 楚行云现在太有钱了 轻轻用手指摩擦着楚行云后腰处的肌肤 水流香道 瘦人以鱼 不如瘦人以鱼 我可不想天天追在你的身后 和你要钱花 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香香 有话 你就直说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我绝不会拒绝 真的吗 听到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顿时亮起了眼睛 轻轻从楚行云的胸膛上抬起头来 仰望着楚行云的面旁 水流香一脸的雀跃 点了点头 楚行云轻轻叹手 在水流香那烟红的嘴唇上啄了一下 云哥哥 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是要天公岛吗 没问题 我这就 不不不 剧烈地摇着头 水流香急声道 香香不仅仅是要云哥哥帮忙 也想帮帮云哥哥的 说话间 水流香目光偏转开来 似乎被楚行云看羞了 可是事实上 水流香偏转的目光中 满是不甘和愤怒 早在半个多月前 吉寒帝尊便警告过他 不许他再插手天公岛 这是四大帝尊共同的决定 不解地看着水流香 楚行云愕然道 什么 你不要天公岛 那你 调整了一下情绪 水流香转过头来 眼眸再次饮满了温柔的春水 本章完 第1329章 流云商会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笑盈盈地看着楚行云 水流香道 云哥哥的是那么多 还要花费时间修炼 肯定非常忙 所以我想 帮帮云哥哥 如今 我已经在军部扎稳了脚跟 只要有我在 再不会允许任何人 欺负云哥哥 长吸了一口气 水流香道 我准备 建立流云商会 专门帮云哥哥 运送射狼剑 以及魔灵剑 绝不允许任何人 破坏这桩生意 听到水流香的话 楚行云不由的大喜过望 刚才 他还在发愁建制的运输问题 不过现在好了 水流香帮他解决了 所有的麻烦 作为军部元帅之一 堂堂的 摄天狼军校的校长 极寒帝尊的首徒 帝尊级战力的强大武者 水流香的地位 已经足够高了 只要这个生意 掌握在水流香手中 就没有人敢打主意 别说是军部了 现在 即便是四大帝尊 也不敢轻易触碰 水流香的利益 只要水流香 能在军校扎稳脚跟 培养出大量的军官 并且通过军官 将整个防空兵收囊手中 他便隐隐地 成为人类的第五大帝尊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控制一定的利益和权势 是必然的事情 宠溺地看着怀里的水流香 楚行云点头道 真的是太好了 我的香香 不但能帮我 而且还帮了大忙 咬了咬嘴唇 水流香谨慎地道 不过云哥哥 我想将军校建设好 并且 我想将防空部队 抓在手中 所以需要大量的金钱做支撑 因此 刘云商会的股份 说到一半 水流香闭上了嘴巴 在他想来 他的条件太苛刻了 楚行云只要不是傻的 就一定不会答应 因此根本无法开口 没曾想 面对水流香的话 楚行云哈哈一笑 畅快地道 你这丫头 和我还分得那么轻干嘛 难道你还担心我不支持你吗 担心地看着楚行云 水流香道 我已经和军部沟通好了 疾风锐金剑的采购价为十零十一只 这样的话 流云商会 可以得到四成的利润 宠溺地紧了紧双臂 楚行云道 怎么 觉得分成太少吗 其实无所谓了 疾风锐金剑的成本 是一零十一只 只要别低过这个价格 怎么分我都没意见 啊 见到楚行云这么痛快地就答应了起来 水流香只感觉自己的价值观 都要被颠覆了 如果只是一笔 两笔交易还无所谓 可是天长日久下来 这可是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啊 他怎么就舍得 设身楚地想一想 彼此位置对调一下 水流香死都不可能答应 这样荒唐的要求 虽然 水流香很想多占一些分成 但是这是忌讳的 四大帝尊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形式 对楚行云巧取豪夺 否则的话 必会追究责任 因此 就算楚行云愿意依久分成 水流香也绝不敢接受 摇了摇头 水流香道 多谢云哥哥的好意 香香有这四成的利益 便已经足够了 耸了耸肩膀 楚行云道 我反正无所谓 只要香香需要 只要我有的 都可以给你 嗯 美自知的点了点头 水流香继续道 至于魔灵之剑 军部经过调查和研究后 开出了 每只一百零十的价格 什么 一百零十 听到水流香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瞠目结舌 虽然体积上大了一些 但是事实上 造价却并没有提高多少 魔灵之剑的造价 不过是八零十而已 看着水流香 楚行云抬起右手 比了一个八字 大声道 这魔灵之剑 除了明沙之外 材料是很普通的 整体的价格 不等楚行云把话说完 水流香便接口道 我知道 这魔灵之剑制造困难 只有武皇境界的匠师 才可以炼制 所以造价很高 嗯 武皇境界的工匠 听到水流香的话 楚行云一脸的茫然 不过仔细想想 还真是这样 若不是魔灵异族的种族特性 非常适合符文之道 换了是普通的人类工匠 还真就得武皇境界才可以炼制 看了看楚行云手里比的八字 水流香道 成本是八十零十吗 那么 剩余的利润 咱们评分怎么样 张了张嘴 楚行云很想告诉水流香 这个八字 指的不是八十零十 而是八零十 可是真要说出真相 那要解释的就太多了 魔灵异族必然会曝露出来 楚行云不是不信任水流香 可是如今 楚行云根本不能解释 真实的成本一旦曝露 魔灵异族就在难掩藏 毕竟 真用武皇来炼制的话 人工费用就是那么高 就是要八十零十的成本 虽然信任水流香 但是他一旦不小心泄露了 魔灵异族就曝露了 深渊异族就无法隐瞒了 毕竟 深渊异族是魔灵族的守护兽 一旦魔灵族和深渊族曝露 那连锁反应下 不等深渊大军成长起来 人类就必然被灭绝 见到楚行云犹豫不定 不肯答应 水流香顿时急了起来 一枚魔灵剑 如果可以得到 十零十利润的话 他手中的财富就太庞大了 雄厚的资金支撑下 他无论要做什么 都会容易得多 交集之下 水流香点起脚尖 一连在楚行云的嘴唇上 亲了三口 哀求着道 你就答应我吗 好不好 看着水流香 啄木鸟般地亲吻着自己的嘴唇 鼻子里闻着他心香的气息 楚行云本就不是舍不得金钱 因此很痛快地点了点头 轻轻还住水流香 给了他深深的一吻后 楚行云柔和地道 傻瓜 我怎么可能不答应 我之所以犹豫 只是在想 是不是该把所有的利益都给你 啊 都给我 听到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的眼睛亮亮的 兴奋之情 溢于眼表 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我决定了 魔灵之剑 我只收八十零食 其他的二十零食 都是流云商会的利润 听到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恶然张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楚行云 以水流香如今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无论如何 他也不明白 楚行云对他为什么那么好 竟然肯为他付出那么多 看着水流香大吃一惊的可爱样 楚行云按捺不住内心的爱意 再次低头吻了下去 嗯 呜呜 含糊而又淫泥的声响中 水流香只感觉天旋地转 头晕目眩 本章完 第一千三百三十章 强烈反对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楚行云已经离开了很久 贪坐在富丽堂皇的高背椅子上 水流香气喘吁吁 依然没有定神 那家伙 那家伙太疯狂了 好像要把他整个吞下去一样 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脸蛋 水流香不明白 自己有那么好吗 有那么诱人吗 喘息两久 水流香的期许 终于渐渐平稳了下来 但是整个人还是晕晕的 一种又羞又喜的感觉 让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这个男人是他的丈夫 而且长得又那么帅 人又那么有本事 被他轻轻 大概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最重要的是 这个男人本事太大了 必须要控制在手中 就算被他占点便宜 也无所谓了 谁让他是他的丈夫呢 舔了舔红肿的嘴唇 水流香坐直了身体 接下来是他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另一边 离开了军校后 楚行云赶去了金凤酒楼 刚一见面 白冰就愕然地道 你 你的嘴唇怎么了 怎么又红又肿的 面对白冰的询问 楚行云瞬间战红了脸蛋 根本不肯解释 看着楚行云如此尴尬的表情 白冰只稍一思索 便明白了一切 白冰猛地站起身来 走到楚行云身前 近距离下 白冰注视着楚行云道 是不是水流香把你叫去 索取射狼剑和魔灵剑的代理权 嗯 惊讶地看着白冰 楚行云道 你怎么知道的 冷哼一声 白冰继续道 是不是他亲了你两口 你就晕乎乎地答应了他 这 尴尬地将目光转向一旁 楚行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紧咬着牙齿 白冰道 说说吧 你给他什么价格 张了张嘴 楚行云斜斜地看向窗口道 也没什么了 射狼剑四六分 我们六他四 魔灵之剑呢 白冰接着问道 抓了抓脑袋 楚行云道 魔灵之剑 我们八十 他二十 嗯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白冰道 这不对啊 按道理来说 他不得到四成利益 会轻易地放过你 嘿嘿一笑 楚行云道 也没什么了 他以为 他以为成本是八十零十 唉 痛苦地扶着额头 白冰实在是被楚行云给打败了 原以为 他小事糊涂 大事精明 关键的利益 还是能抓住 可是没曾想 他小事糊涂 大事更糊涂 之所以是二八分成 不是水流箱放过了他 而是他以为 成本是八十零十 当成本是八十零十的时候 拿走两成 那不就是拿走了所有利润吗 若不是楚行云 不敢透露魔灵一族 以及深渊一族的信息 恐怕九成的利润 都会被水流箱拿走 怎么水流箱的吻就那么甜美 甜美到让你失了痣 白冰悲愤地道 这个不是 其实 嗯 尴尬地说着话 可是到底说了什么 其实连楚行云自己都不知道 虽然表面上看 楚行云处理的是自己的财富 何需要向白冰交代 可是事实上 楚行云也知道 白冰这么对他 纯粹是为他好 不想他被玩弄 可问题是 那个人不是别人 是他的妻子 是他最爱的水流箱啊 别说是这些身外之物了 就算水流箱要他的命 他也宁愿俯首就落 看着楚行云尴尬无比 但却死不悔改的表情 白冰简快气炸了 白冰不在乎金钱的得失 但是对于水流箱玩弄楚行云的事实 他却怎么也看不过眼 楚行云虽然很聪明 可是恋爱中的人都是盲目的 智商会变低 再聪明的人也不例外 作为旁观者 白冰看得很清楚 水流箱根本不爱楚行云 一心只想着利用他 而且用过之后 就扔在一边 理都不肯理他 现在 楚行云这边有巨大的利益了 他立刻就跳了出来 说两句好话 让楚行云轻两口 便轻易地得到了一切 这简直太气人了 无论楚行云把钱给谁 白冰都不会过问 那是他自己的钱 爱怎么处理 是他的自由 可是唯独给水流箱不行 白冰绝不允许 水流箱如此玩弄他的朋友 他的主公 思索间 白冰怒声道 我是你的军师 如果就看着你这么吃亏 那就是我的无能 无论如何 这件事绝对不行 无奈地捂着额头 楚行云道 其实这件事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之 如果他要 而且我有 我就绝不会拒绝他 严肃地看着楚行云 白冰道 那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军师 还是说 你只是闹着玩的 面对白冰的话 楚行云道 当然是认真的 咱都多大的人了 哪可能还没出息地闹着玩 点了点头 白冰道 既然是认真的 那么凡事就要 按规矩来 既然你请我做军师 就算不能言听计从 但是我坚决反对的 你就必须放弃 不然我们没法合作 这 紧皱着眉头 楚行云有心争辩 却知道不可能 作为军师 若主公完全不听从他的意见和建议 那这军师 不过是名存实亡 根本没有用处 而且 虽然楚行云很爱水流香 但是不等于说 他就不重视自己的伙伴和朋友了 爱情和友情之间 从来都是最难权衡的 到底哪一头更重 这个没人能说清楚 看着楚行云纠结的样子 白冰严肃地道 我不是不允许你和水流香做生意 但是凡事都要按规矩来 若明知道是坑 还硬看着你去跳 那要我这军师何用 那你的意思 你打算怎么做 楚行云谨慎地问道 沉引了一下 白冰道 价格上 是由军部开出来的 射狼剑10-10 磨灵剑100-10 我能接受的底线 就是一九分成 我们九 水流香一 可是 这 面对白冰的方案 楚行云显然不想同意 那可是他唯一心爱的女人 哪能这么苛刻的 摇了摇头 白冰道 生意就是生意 所谓商场无父子 深深地看着楚行云 白冰道 你若有钱 你仅可以私下里给他 比如这一千亿 你完全可以送给他 我绝不会干涉 也没有权力干涉 但是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这样的合约绝对不行 会显得我这个军师很傻 很蠢 很无用 如果真的达成了这样的合作 你让大家怎么看我 怎么看 我们这个团队 这 听着白冰的话 楚行云终于动容 是啊 他可以不在乎得失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 都不仅仅代表着自己 更是代表着整个小团队的智慧 如果水流香缺钱 他可以直接给他钱 给多少都不是问题 可一旦涉及到商业 那就必须严肃起来 那已经远远不是楚行云 一个人的荣辱和得失了 被嘲笑的 是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人 本章完 有没有指数 我用来的 是哪有的 我用来的 这是哪有的 我用来的 是哪有的